大家好 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兰花的老苗很壮 心牙很弱 到底怎么养才能把这个心牙养强壮 大家看像我这一颗兰花呢 就是这个老苗比较强壮 这个心苗呢比较弱 那么这就证明了一个问题 老苗的根还是比较强壮的 心苗呢 这个根可能就相对弱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我们想要把它养强壮 大家必须要适当的给它施肥 而且呢施肥的时候 我们最好使用这一种控施肥 因为这种控施肥 它的肥效缓慢一点 不容易烧根 而且呢我们施肥 只要往若苗这边施肥就可以了 不要给状苗这边施肥 避免烧根 同时我们还要给它使用一些水肥 比如说像这种兰科中用有筋燃液 因为我们单单给这个若苗施肥 老苗肥根不上也是不可以的 我们给它使用这种兰科中用有筋燃液的话呢 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对水 大概七天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使用水肥的话 就可以全部浇灌这个根部 包括老苗肉苗 这样的话呢 这个肉苗这边的肥就多一点 老苗这边肥就少一点 就可以促进它平衡的生长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 就是给它使用一些水肥的时候呢 大家给它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浇透 而且要浇均匀 尽可能的使用这种喷洒式的浇灌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担心有一些地方的根没有淋到水 不担心它供根造成这个新苗的地方水分切乏 好了这就是油盒让这个新苗仰壮的一些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